残不通命运 背离我的初心 生死我 小妖和图山景的感情出现危机 自从图山景看到小妖的真容 整个人都变得不自信 因为小妖是如此美好的一女子 不光性格好心地善良 而且又是大王姬又长得倾国倾城 这世间比她美好的男子多的是 图山景也觉得小妖值得更好 可图山景就是没有办法放手了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 图山景想要完全地拥有小妖 聪明如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小妖如今是王姬 她不可能再去当夜市妻 所以必须回到图山家 处理家里未婚妻的事情 成为图山市的组长光明正大提亲 小妖也答应了等图山景 可是退婚的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 房峰依应是个很会演戏的女孩子 明明喜欢图山侯跟她有十年私情 却假装对图山景很深情 死活不肯退已婚 景不愿意伤害无辜的人 所以这件事情迟迟没有解决 小妖对图山景失望 一直不愿意单独见她 图山景得知 小妖住在风龙的府上 也跑去借助找机会 跟小妖道歉 小妖心软 让图山景教她琴棋书画 这样两人就有独处的机会 那段日子 成了两人最甜蜜的时光 手把手教小妖画画 亲自交给她抚琴 一起喝酒 一起看烟花 图山景这次主动吻了小妖 就算别人说她自私也无所谓 她已经控制不了对小妖的爱 苍炫回来看到 两人亲密的这一幕 彻底打翻了醋坛子 拉起小妖跟她一起回家 期待图山景赶紧把小妖取回家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